發現好吃的赤肉羹 隱藏像那種不甜甜 大家好 我是梅森 我終於找到不會甜的羹湯了啦 這家位於台南美食 一級戰區國華街附近的 正對味赤肉羹 每日新鮮製作的肉羹 是老闆的驕傲製作喔 豬肉先醃再裹上適量的粉 水溫以及烹煮的時間 也是好吃的關鍵喔 這樣煮出來的肉 才可以保持軟嫩 熟度剛剛好 梅森很推他們家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家的羹湯 終於是我近幾年來 在台南吃到不會那麼甜的羹了 雖然甜蜜蜜是台南的必備 我自己也很喜歡 但能吃到味道鹹香 路線比較清爽的羹 在台南真的不多耶 非常值得大家試試看喔 你們一定會喜歡 重點是赤肉 不論是味道還是口感都很棒 搭配滑順麵條 素素素 一下就吃光光了呢 再來美生還發現他們家的蓋飯是有在好吃的耶 加入洋蔥高麗菜和剝好殼的蝦子 最後再加入一顆滑蛋 讓這濃郁的美味睡在白淨淨的飯上超級誘人的 蓋飯的重點湯汁有在夠 這樣吃起來才有爽感啊 湯汁調味和蔬菜的清脆還有剝好殼的蝦子 我的口水都要流出來了呢 各位趕快去吃赤肉羹吧 老闆蓋飯記得幫我留一碗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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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